这一节的环宇大话题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很多人现在旅游会去住Airbnb 不过可以看到最近在多国 都出现了许多超级奇葩的租屋储 先来看到这个是马来西亚日前有租屋网的 叫做RoomGrabz 在Facebook的专页特别分享了一张照片指出 位在PDI宜保昆仑翠林城区 一栋半独立式的洋房 出租的房间就是洋房内的厨房 透过这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 原本应该是一个厨房的空间 那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房间 里面有一张单人床 上面还有吊床窗户等等 不过床铺是直接靠着流理台的 前面还有两个做饭 还有洗菜的这个水槽 包括了水电费 还有这些洗衣机啊 冰箱热水炉等等 这个不到五坪的空间 月租金250令吉 换算新台币1700元左右 虽然说不贵 但是房型让人看了 真的是下了一大跳 好另外一头同样奇葩的 Airbnb的租屋住还有这一个 画面上您看到的是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教授 他叫做霍兹 他去英国伦敦在度假之前 提前在Airbnb的网站上面预定的住宿 当他抵达了现场 才发现这基本上 就是放了一张床的一个浴室 从照片中你可以看到 这间房间里面的床铺 跟马桶的距离真的非常的近 只隔着一层层一个薄薄的玻璃 然后包括了他的淋浴捐 还有他的洗手台 就在床尾的旁边 好另一头 美国还有先前有两名女子 到波特兰去旅游 他们在入住Airbnb的住宿时 突然间发现有很多诡异之处 他们先是被禁止 从前门进入屋内 必须由后门来进入到卧室 而进到屋内之后 他们又意外找到了一把藏起来 可以进入家中小门的钥匙 再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小隧道 里面甚至还有小洞 可以窥探房间 让他们吓到是直接退钱 并且退房间 只能说现在市场上 Airbnb真的是良悠不齐 民众在上网预定之前 最好还是自行确认好 网路评价再做预定 才不会吃亏了 以上是这节的环宇大话题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